大家好,我是阿辉 没想到,把一块豆腐放进滚烫的油锅中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经典名菜 你要是学会这道菜,全家夸你是大厨 首先准备一块,嫩嫩的豆腐 先用刀把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然后再切成长条 最后再切成均匀的四方块 切记这个块不要切得太大 不然做的时候不容易入味 把切好的豆腐块放在水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先用淡盐水把豆腐泡一会 这样豆腐不容易碎 泡上五分钟后,把豆腐倒入锅中 开大火,把豆腐焯一下水 这样不仅能够去除豆腥味 并且焯过水的豆腐不容易碎掉 焯好后,把豆腐倒在一个筐中 控干里面多余的水 下面准备小碗加入一点盐 再加入适量的白糖 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一点 然后再加入一点点白醋 夏季不要放那么多 不然容易发酸 最后再挤点这种番茄沙丝 然后用勺子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万能糖醋汁就调好了 无论做糖醋里脊 糖醋茄子都是非常的好吃 学会你再也不用花钱买了 下面准备一碗玉米淀粉 把控干水分的豆腐快倒在玉米淀粉上 用手轻轻地抓拌 让每一块豆腐都裹满淀粉 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不要把嫩豆腐抓碎 然后再用手抖去豆腐上面多余的淀粉 所有的豆腐都按这个步骤操作 拍好粉后 把豆腐放在碗中 所有食材准备好以后 下面开始烹饪 开大火 把油温烧至六成热 迅速地下入拍好粉的豆腐块 切记 拍过粉的豆腐不要放的时间过长 不然豆腐出水 淀粉容易粘连 这也是许多人做这道菜最容易犯的错 大家一定要牢记 豆腐下入锅中之后 开中火炸至 一边炸 一边用照理不停地翻动 最后把豆腐炸至金黄酥脆 炸好后捞出备用 锅中留少许底油 下入调好的糖醋汁 切记下入之前 油一定要烧热 然后开大火熬制 把糖醋汁熬至粘稠 像这样起大泡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我们炸好的豆腐块 关火快速地翻炒均匀 让糖醋汁裹满豆腐 翻炒均匀后 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酸甜湿口 外酥里嫩的糖醋豆腐就做好了 这道菜特别适合小朋友和减肥的朋友 吃起来别有一般风味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关注留言转发 谢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